哈喽大家好,我是Door 这一次双十一呢真的是大爆买,买了不少东西 那就废话不多说,跟我一起来拆箱吧 今天首先来拆厨房用品 首先是这一个 放在购物车里面很久了 它一套刀具和砧板的组合 它打开之后呢是这个样子 里面呢就配有三张不同颜色的砧板 可以切生肉、熟食和水果的 就可以这样子分类的插进去 除此之外呢它还分别有三把刀 就是配合这三个砧板 用来切生肉、熟食和水果 这个呢是他们家的第三代的这个刀具砧板组 我之前的淘宝开箱有开箱过这一个 这个呢是他们家第一代的这个砧板和刀具组合 这一套我其实觉得已经很好用了 它也是可以把食品分类来切 然后按一下这个键就可以给砧板还有刀具消毒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没有烘干的功能 它里面就是不通风的 就可能会发霉啊什么的 所以我每次放进去之前都会把它给擦干 然后晾干 然后新的这一代它的体积会大不少 但它就有烘干的这个功能 完全的解决了这个晾不干会发霉的问题 它已经出了第二代第三代了 第二代也是已经有烘干功能了 然后第三代呢它的功能就更强大 首先呢它这一把红色的切生肉的刀 就从以前的小刀换成了这种比较宽一点的刀 就更适合中式的厨房 还有就是除了刚刚那三把刀之外呢 然后它还多了这三样厨房的刀具 这一把剪刀 一把削皮刀 还有一个这个刨丝刀 然后这些所有的道具都可以收纳进这个机器里面进行消毒 然后它这里还有位子可以放筷子进去消毒 然后新的这一代它另一个很好的设计 就是它整一个基座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 就真的是完全解决了以前第一代的痛点 这么多厨房常用的工具都集中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机身里面 然后它的外观也很好看 摆在厨房的台面上也很赏心悦目 就真的是一个厨房的好帮手 接下来的这一个长得像一个杯垫 但是呢它是一个保温杯垫 我买来就是准备冬天的时候用 后面这里就是可以插垫 把温热的饮品放在上面呢 就可以给饮品保温了 它上面这里是可以拆下来的 感觉就特别适合放在办公桌上 然后冬天的时候用来喝热咖啡热茶这样子 就不仅仅是咖啡杯 很多的材质放在上面呢都可以保温 像是不锈钢奶瓶玻璃的等等都可以 它这个垫子还可以这样子拆下来 上面就可以放一些更大的盘子呀碗之类的 这个就是我的冬天治愈好物 这个杯垫还送了几包这个茶 还有这个雪梨桂花茶 接下来这个呢也是我想要了挺久的 一套真空保鲜盒 它比较特别就是它这个盒子呢 是可以抽真空的 这个呢就是它的电动真空棒 放在它这个保鲜盒上之后呢 按这个键 就可以一键抽真空了 抽完之后它会自动停或者是自己按停 这个盒子上面还有这些日期 可以用来记录存放的时间的 我买的是它的16件套 有两个这样子长方形的盒子 两个稍微小一点的正方形的保鲜盒 然后两个圆形的这种保鲜盒 这个大的是1.2绳 然后小的是0.6绳 它们的材质都是玻璃的 然后下面这里还有这个防滑的硅胶垫 这个圆形的也是这样子放上去就可以抽真空了 除了这六个保鲜盒之外呢 就是还有九个这个保鲜袋 对也是有不同尺寸的 大中小都有 然后下面的这一个 也是一个跟风入的搅拌器 就是想用来平时碎肉 然后以后呢给宝宝做腐蚀用的 这个搅拌器到手100块不到 但是呢收到之后 我真的觉得质感非常的好 锅里就是非常的厚实和坚固 这边就是它的这个电机的头 拿上手之后也是感觉质感挺好的 这个搅拌器我看它的亮点就是呢 它这个刀头非常的低 就即使是放很少的食材进去 它都能够搅拌得很充分很好 所以就想买回来试一下 到时候等宝宝大一点的时候 给它做腐蚀 就放少一点食材也不会浪费 真的价格很实惠 我觉得限价比很高 到时候试一下 希望它会好用 接下来是这个厨房件 它是这个牌子的 白色有点看不到 这个牌子它的刀具都很好用 然后它又出了这个白色的厨房件 我觉得很好看 打开就是这样子 这里有一个扣的位置 解开之后呢 它这里有个弹簧 就这样子自动打开了 看这个剪刀口 就是很漂亮 很锋利的感觉有没有 这个呢就是很适合用来剪肌骨牙之类的 用完之后就可以把它给扣上 然后它这个收纳盒 我觉得也是一个亮点 背后是这样子磁吸的 就可以把吸在冰箱啦 微波炉烤箱上 很方便收纳又很好看 冲着颜值买了一套这样子的硅胶铲 放在一起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它总共是有六个 感觉各种功能基本上都齐了 然后这个就是可以用来捞面捞一份的 然后它的质感我觉得 嗯就是勉强算不上太好 特别是它这种边角味 还有这种接口 就不是说特别的完美 不过呢就剩在它这种白色配木色 我觉得很好看 就先用用看吧 下面买了这一个保鲜袋 还有这一个保鲜纸 它们都是这个铝泰博的材质的 就是这种这个铝泰 好像就是牛奶盒里面那一层 会用到的这个材质 就可以更好的抗菌和保鲜 这个保鲜袋还有保鲜膜 我就是想买来 然后用在冰箱里面 保存一些肉啊食材之类的 我看人家的评价 就是说用这种铝泰的呢 真的会比那种 普通的保鲜袋保鲜膜 保存的更久更新鲜 然后小的大的我都买了一些 所以这个袋子感觉还挺方便的 这样子一拉就可以打开 然后里面就可以储存食材 这个袋子呢 还可以重复的随喜使用 这里你也可以就是写上 物品的名字和日期 方便可以找到 店家还附送了两支这种笔 就是可以拿来记得 然后下面的这一个 一个不锈钢的真格 我就是觉得看上去很好用 所以就下单了 它这两边就是可以这样子打开 或者是关上的 这样呢就可以根据锅的大小 就是来适配到比较合适的宽度 下面这里有三个支架 可以把它给打开 这样子立在锅里的 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收起来 这个把手就是方便这样子提的 把手的长度还可以拉长 就可以这样子很轻松的提起来 然后这个把手也是可以悬下来的 悬下来之后呢 这里空间更大 就可以放一些更大的碟子呀 之类的东西 不用的时候呢 下面这里也是可以收起来收纳 对最后就可以变成这样子小小的一个 然后接下来是这种鱼鳞的抹布 我觉得很好用 所以就买了一些 这个抹布的材质 我觉得它就是很容易干 不会发臭 而且它用来擦镜面 擦金属 擦玻璃 都不太留痕迹 所以就一次性补了一些回来用 然后下面的这一个呢 是管道疏通剂 上面的是厨房 下面的是卫生间 它就是可以用来很方便的疏通下水道的 倒进下水道之后呢 就可以溶解头发呀 饭菜那种容易塞住管道的东西 它的使用也很简单 就是把它倒进管道里 然后等几个小时 再用热水去冲就好 很方便使用 然后我看大家的评价还不错 所以呢就买回来试试看 再来呢是一些餐具 这些买过晚的这一家店 这次呢 我有买了它不同颜色的这种酱料碟 它家的餐具我真的挺推荐的 我就觉得颜色很好看 然后质量也真的很好 然后另外买了一套这种保鲜碗的组合 那就是大中小三个不同的尺寸 可以重着这样子放在一起 然后另外有三个这种盖子 这就可以把这样子盖上 然后密封的 三个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大小 就适合平时用来存放一些剩菜呀 水果保鲜之类的 然后它上面这里呢 也是可以选择日期的 几间这种奶黄色的餐具 一个这样子的早餐杯 它的这个口表大 就可以用来吃麦片呀 或者是酸奶 然后是两个碟子 一大一小这样子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碟子 本来也是买了一大一小 不过大的那个呢 送到的时候就碎掉了 还剩一个这个小的 这家呢 我觉得颜色啊 这些都蛮好看 但就餐具的质感来讲呢 我还是觉得刚刚的那一家 会好一些 来分享一个杯子 对我是找代购买的 其实我挺迷星巴克家的杯子 家里面都有不少 它也是白色的 然后里面应该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这个山茶花 然后它呢 就是可以套在这个吸管上的 整个杯子呢 就是这样 应该是它山茶花系列的 所以这个吸管上面 也有配一个这个山茶花 这个白色的简约风 我真的太喜欢了 而且就是这个杯子 它的容量够大 有750毫升 装一次可以喝很久 就可以非常畅快的喝水了 还买了另外一个水壶 它也是白色的 可能这个呢 就是平时在家里面 或者是办公的时候喝 这个水壶呢 它就是密封的 这个呢 就会比较方便带出门 就是想买来 平时去运动的时候呢 可以带着去喝水 它的造型 就是这种白白胖胖的 很可爱 然后呢 它还有振一条这种肩带 就可以把它绑在这两边 平时想要这样子手提 或者是这样子斜胯都可以 喝水也很方便 这里有个吸管 然后这个吸管也是可以抽出来的 所以你想直接这样子喝 或者是用吸管喝都可以 这样子可以抽出来的话呢 也比较容易清洁 然后这个水壶呢 它有附赠这些特别可爱的贴纸 就可以贴在这个瓶身上面 更可爱 我选的这个容量是1.2升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它也有更大或者更小的尺寸 可以选择 除了自己的水壶 然后这个呢 是给我们家狗狗买的水壶 是一个这样子紫色的颜色 我觉得还挺好看 水壶的设计 我觉得也挺棒的 平时把它折起来之后呢 它这里有一个孔 就是可以这样子挤水 冲水 然后呢 也可以这样子把它给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呢 把水挤到里面 然后狗狗也可以喝水 就是里面装好纯净水 就既可以给它喝 然后你也可以用来冲地 可以一物两用 就减少带狗狗出门 要带它装备 然后呢 是这一个 两个这种米饭盒 就用来冷冻米饭的 它就很简单 一个方形的盒子 所以打开之后呢 里面这里有一个隔层 就可以取下来这样子 它们家的质量 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家还挺长 会冰冻米饭的 就每一次煮完饭 都吃不了太多 剩下的饭呢 我就会把它冻起来 放在冰格里面 下一次要吃的时候呢 就稍微的热一下 就可以吃了 现在我都是用保鲜袋 来把它们给分装的 突然看见 有这种米饭收纳盒 然后它也是这种 方方正正的 又简约好看 以后呢 就可以用它来冻米饭 应该会更方便 然后收纳的会更好 然后买一个这个黄色的托盘 有10块钱不到很便宜 就放早餐呀什么 不过就这样急运回来 可能被压到了 它有一点歪 然后下面呢 是一张 想要放在厨房里面的地毯 它的厚度还挺厚的 摸着很软 就踩着应该挺舒服的 它是这种皮革材质的 就如果脏了 什么油啊 酱料滴在上面 应该也还挺好清洁的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继续 下次见 拜拜